总统已经抵达了现场 接着呢就是带着外宾来参观现场的美食摊位 那是陪同了图瓦路总理 连抗力呢 包含了吃了这个阿霞饭店的招牌米糕 以及这个意识冰淇淋 还有这个虾仁肉圆等美食 可以说是集合南北特色美食 要与远道而来的外宾分享 那总统吃完之后呢 也表示说真的是非常的道地 也大赞说很好吃 那他也分享了这个 红旬米糕说要把这个米糕呢 当作生日蛋糕来给这个图瓦路 昨天生日的图瓦路总理 那因为呢再稍待一会儿 在七点左右呢 这个总统还要赶到这个云林 来参加这个国庆宴火 所以呢总统大约在六点左右 已经先行离场了 只剩下这个副总统萧美琴 在现场陪同其他外宾 以上是现场最新 先把时间交很困内